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5号星期五 我们来继续扯淡菲律宾的事儿 今天早上呢 宅建一开门就来了一个菲律宾小姑娘 干嘛呢 预定东西啊 给明天预定东西 这个呢 倒没有什么奇特的 因为毕竟宅建开了好几个月嘛 也攒下了一些老客户 经常会预定十块八块机的 有的就预定一千批的 有过那么一两次 对吧 然后这个很常见 不常见的呢 是他这个预定的东西挺特别 定什么呢 六块鸡脖子 明天中午来拿 我就挺新鲜 我就问他 我说为什么你要定鸡脖子呢 我说这个需要提前定吗 对吧 因为这鸡脖子其实很不值钱的 十笔锁一份 得六个也就是六十笔锁 其实连八块钱人币都没有 其实我挺吃惊的 你说定 为什么不定炸鸡定鸡脖子呢 我就问他 那小姑娘就说 嗨 说明天啊 他过生日 家里呢 给他开个简单的小party 然后呢 六个人吧 就一人一块鸡脖子 然后就问他 为什么不定一块炸鸡啊 鸡脖子这个量也少 肉也少的 这个过生日这么寒酸吗 然后呢 他说 嗨 没办法 家里没有钱 买不了一人一块鸡 买不了一人一块鸡 只能是一人买一块鸡脖子 就是庆祝明天他过生日了 听完以后有点心酸 这个让我也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个往事 那时候我们家也是比较穷 可能我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吧 这个好像我爸下岗了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正好赶上我过生日 然后那天晚上过生日吧 我就想吃生日蛋糕 为什么呢 因为上小学之后吧 你周边有好多的同学嘛 然后呢 大家过生日的时候呢 很多的同学呢 都会炫耀自己吃生日蛋糕啊 或者有同学呢 还特地带一份带到班里来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我呢 对这个生日蛋糕呢 其实是非常极度渴望的 想吃一次 然后呢 没想到那年生日呢 应该是我们家的家境不太好 我爸应该那边是停行留职吧 也不叫下岗 停行留职 所以家里没有收入 我妈早就要下岗很多年了 就二年就下岗了 所以我那什么时候 家里头其实是很困难的 但是呢 我不懂事啊 我不知道这个 那时候钱的重要性啊 所以一到晚上 我就非要吃这个生日蛋糕 我妈妈心疼儿子 就跑到国家生场啊 就可能都七八点了吧 就赶紧跑到国家生场 买不起生日蛋糕 买了什么呢 买了一块切脚蛋糕 我印象非常深 买了一块切脚蛋糕回来的 大概是 那时候大概一块切脚蛋糕 三块五吧 买回来之后 然后呢 嗨 总比没有钱 我就挺开心 准备吃了 结果呢 我爸呢 看我特别不懂事 直接就把那个蛋糕呢 切脚蛋糕啊 直接就摔在地上 然后给踩烂了 反正就自私以后吧 我就对过生日这个事情特别的抵触 就是每每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这个场景 然后呢 而且呢 一看到别人吃生日蛋糕 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别人过生日啊 就吃生日蛋糕 我心里就特别不舒服 我在想 为什么 那个你们就他妈配吃 我就不配吃 当然这个后来是能想明白的啊 但是就是那是小时候嘛 就对这个过生日是非常的抵触的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小姑娘啊 跑这儿过生日 只能买六块鸡脖子 其实它引起了我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感情上的共鸣 哎 我也没办法 对吧 因为这个也没有办法就穷 所以呢 明天呢 他来买这个六块鸡脖子呢 我也只能的是 今天吧 下刀给他切 给他切鸡的时候啊 多给他带一点 这个胸骨啊 就算我唯一能帮助他的事啊 这个还是 听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酸的 其实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有一点多说的是什么呢 我身边有很多已经有 有孩子的这个朋友了 这个这个朋友 我发现他们在育儿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自己在自己父母那 受过的一些这个 伤害 一些伤害 就一定要再传给他们的孩子 这个是一个 中国社会特别 就是现在社会中非常典型的案例 非常典型的案例 比如说当年他爸都骂了他 然后他有个小孩 他小孩犯的同样错误 他也得骂这个小孩 他也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呢 他就觉得 当年凭什么他爸骂他 所以他现在就得骂他的小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啊 所以我就觉得 就跟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我们都在说 其实像我们这代人 更多的不仅仅 不仅仅啊 就是说养家户口 教育小孩 还有一方面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把老一代对我们的伤害消化掉 不能把这些带给我们下一代 下一代 真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吧 就是看见这个 菲律宾这小姑娘啊 过来买这个炸鸡脖子 不叫买啊 就预定这个炸鸡脖子这个事 突然让我想到了 多想到了一点事 得了 就是跟大家聊到这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扯淡菲律宾的事 感谢观看